各位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 我是刘祝华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带您片尝 中华料理的八大菜系 形容中华料理有一句话说 山中总寿云中艳 陆地牛羊海底鲜 不仅食材丰富 刀工火候调味处处都是学问 像广东菜呢讲求原汁原味 山东菜偏好用葱烧跟油爆 安徽菜种油 种色 种火候 江苏菜则是很讲究刀工 还有偏甜偏酸的福建菜 麻辣新香的四川菜 赤油浓露的江浙菜 以及油咸酸辣的湖南菜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要带您造访 位于在台北复兴北路上 开业40年的北方餐馆 正点之宝就是这道北平烤鸭 老板坚持用繁杂的古法制作 而且要用炭火炉烤 才能烤到皮酥肉嫩 搭配沾酱包进当天做的荷叶饼 送进嘴里咸香Q弹 把肉取下来之后的鸭架呢 还可以拿来炖汤 至于鸭油 加蛋 炒成滑顺的溜黄菜 一压三吃非常过瘾 用炭火炉烤的烤鸭 焦糖色的外皮闪亮诱人 还闪耀着晶莹的光泽 光看就让人食指大动 而在桌边上演的片鸭秀 更是满足视觉与味觉的享受 靠着这一味就让餐厅飘香了40年 更获得米其林必比登 推荐美食的殊荣 它烤的时间相当的好 而且这个鸭子的选料也选得很好 然后再加上这个鸭肉的话 它烤出来的这个味道非常的甜美 然后配上它的沾酱 所以我们觉得 这是它得奖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让我们鱼有熔烟 觉得这个奖发得太晚了 应该早一点发 不觉得北京烤鸭很好好吃 连外国朋友都爱这一位 第三代老板杨天霖 遵循古法绝不马虎 从鸭子的选用就开始讲究 我们鸭是用 我们宜兰自己跟人家厂商合作 自己养的鸭子 大概要200天左右 养200天的鸭 我们才能选用 而且是宜兰的那个红面翻鸭 肉质是最好 你如果太大只肉会比较馋 太小只不好看 养到红面翻鸭够丰盈 才能开始料理 往里头吹气后 让鸭身补成最适当的大小 就能开始一连串的工序 我们鸭烫完 上完糖水之后 你风干大概要4到6个小时 风干完之后 要去冷藏的冰箱冰一个晚上 大概12个小时左右 然后它的水分完全完全的吸干了之后 烤才会比较脆 口感比较好 水汽充分的抽干后 还得用炭火明炉烘烤 将近50分钟 杨天玲精准拿捏火后 即使过程很费工耗食 但为了维持道地的老味道 他记住爸爸的中骨 依然坚持古法制作 其实我爸也是手艺非常好的师傅 那从小在他身边跟着他 就会跟我们讲说 有些事情可以省略 有些事情不行 那我希望我的味道 从以前到现在都是没有变的 北平烤鸭总算出炉 杨天玲会在桌边片皮 利落地刀起刀落 片出肉汁饱满的鲜美鸭肉 连片鸭都有一套标准 我们最少是36片 切起来摆盘才漂亮 我们每一样都有要求 比如说切腿的时候是几片啊 切胸肉的时候 绝对要超过几片 这都是有要求 那皮的话一定 一定都是有18片 金黄油亮的北平烤鸭 鸭皮闪着焦糖的色泽 鸭肉更是焦嫩的玫瑰色 让人垂涎 一入口香脆多汁 搭配当天现做的荷叶饼 和三星葱段 滋味更丰富 鸭肉口感就是还蛮扎实的 面皮还蛮Q的 然后跟那个酱还有鸭肉很搭 味道不错啊 然后也不会很干柴 这边的烤鸭味道蛮好的 跟别家比起来 算是排名在蛮前面的 鸭架还能搭配咸菜煮汤 来个第二吃 黄沉沉的汤头酸溜清爽 还能吃到鸭肉豆腐等配料 爽口又有饱足感 它的那个酸度很刚好 我觉得清爽 就让到处这样吃 还是觉得它的鸭肉也好吃 让那个汤头也好吃 也能选择把鸭架搭配酱料 和九层塔爆炒 就成了吃法另类的酱爆鸭 每块鸭骨都均匀沾附酱汁 鲜甜中带有些许的微辣 鲜香浓郁 它就是甜甜的 而且很鲜很好吃 它味道很浓郁 我觉得非常特殊非常好吃 烤鸭第三吃的人气选择 鸭油炒蛋 是杨天龄把老菜溜黄菜 用自己的方式再诠释 溜是做法 黄菜是蛋 这是一个老菜我们后来把它翻新 做得好像农康这样 试了我想应该有两三百吧 它的火焰也不能太大 也不能太小 那几度我也没办法跟你讲 但是就是可能要靠师傅的手艺跟手感 慢慢炒慢慢炒 考验火后的溜黄菜 半熟的浓稠状 就像充满淡香的浓汤 火腿沫更增添了一抹咸香 非常地滑顺 它不会油腻 因为有鸭油嘛 没有感觉鸭油很多 它带一点小小的火腿香 蛮香的 因为它有火腿碎末 那个表现得很好 招牌必点的面食 萝卜丝饼 杨天龄刨萝卜丝也照着古法 全程手工不用机器 你自己调整 我手动如果细一点的话 它就会比较脆 那比较粗的话 你会比较硬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萝卜会比较辣 在把馅料包进自制的面皮里 他说美味关键就在肉馅 自己有熬鸡汤 那等它冷了以后呢 再把它打到馅子里面去 所以你们吃到的汤都是鸡汤 我跟客人介绍的时候就是 你吃萝卜生命 你要小心隔壁的客人 因为你会咬下去 会碰到隔壁去 煎到表面金黄酥香 萝卜丝饼喷香上桌 饼皮很香酥脆口 多汁的肉馅更令人惊艳 吃来以油味尽 它有淡淡的芝麻香气 然后它的口感来讲的话 里面的汤汁就是很鲜嫩多汁 然后你也可以吃得到 萝卜丝的香气 爽口的凉菜 松博长青 是开业四十年来 不便的来店招待菜 我们从以前四十年前到现在 我每一道都送 那送成最后 大家客人也就习惯了 然后来这边 我会送给客人一个开胃的菜 吃了等一下你会觉得 其实服务很好啊 然后很 就是每一次来都我送东西很好 把大白菜葱和豆干等切成细丝后 再和油膏白醋拌出酸香的好滋味 生来爽口解腻 很爽口 然后它的那个菜很新鲜 然后它调配的也很好 第一次来吃我觉得还蛮惊艳的 绝对不马虎 然后我们情愿不做生意 都不愿意就是用再制品那些 外面较进来的 这是我们最坚持的地方 就是给客人 我希望给客人最好 我们来对这个自己 我们这个事业是专专专专 受到米其林推荐的肯定 让杨天玲感到荣幸 也决定把荣耀当作磨练 坚持绝不马虎的精神 把脑电的金字招牌 磨得更响更亮